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气象台 我是顾德头顾高布姐 礼拜上台股出现我所谓的急涨 那涨了120点 那这个地方我相信市场的气氛又开始有点变化 也就是说外资好像今天又买了160亿 那这个地方 人家说国安基金昨天宣布了退场 那结果没有跌是涨的 所以很多人的气氛又开始转变 其实在一个礼拜前跟现在 似乎投资人的心态会起伏很大 那很大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会跟大家讲说股市不要那么辛苦 你只要把技术分析看好 你就知道 那往往的这个行情怎么变化我都会跟大家讲 因为我昨天我还是要延续昨天跟大家讲的 我在做节目的初衷要告诉大家 未来会怎么走 就像我当时 我在3月17跟大家讲 要回党的或许很多人是听不进去 因为看到外资买嘛 但看到外资买 但是呢 有没有人知道要拉回了 没有嘛 绝对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股市气象台我高副总要做的节目就是 我每天在收案判 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接下来明天后天会怎么样 看节目才有意义嘛 当然每一天我都让你来验证 就是说 好 那个地方没有人告诉你 两个礼拜前告诉你要回党 那结果当你看到了 开始要回党的时候 那又谈起来的时候 我说基本上 注意反弹逃命 好 那4月6号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 技术分析可以看出一些 我们讲的缺口理论 这沿路上来 有五个缺口 补掉两个 在4月6号又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当然呢 往上的跳空缺口都会回补 往下的跳空缺口也会来回补 所以呢 我在4月6号跟大家讲说 这里有个缺口 那基本上是会回补的 4月7号跟大家讲说 来注意 进入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缺口的位置 也就是压力区的位置 在4月7号 这个都不是事后演的 都是当时在跟大家讲的 4月7号告诉你 会来往那个缺口 那个位置做什么 那个位置就是 右多 来到这位置要注意右多 右多 或许当时 大家气氛说 往下跌了 跌破颈线了 会有点偏空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 虽然我认为行情要回答没错 但是呢 中间的细微波 短线的低调 它要怎么走 我就是要帮你掌握好 我说4月7号那个有一个缺口 那它要进入这里的时候 因为呢 什么叫空投市场充满的右多 什么叫右多 到了今天你可能会知道 原来这个叫空投市场右多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进入了这个位置 进入了这个位置 而且呢 你注意看昨天是小跌 今天急拉 那急拉代表什么 空投市场有一个东西叫右多 所谓的右多 就是空投市场就缓跌缓跌缓跌 忽然间急涨上来 那急涨 很容易让大家认为说 赶紧的 好像这个行情要启动了 要再次启动的样子 好 那当然进来了吧 进来了 好 进来之后 那接下来怎么看 既然如果预许来到这个位置 压力区了 那 向下的跳空缺口补掉之后 我请大家注意 这里有一个 两个 三个跳空缺口 还没回补 本来有五个 这里有这个 跟这个都补了 好 那这里 这一个往下也回补了 今天完全回补了 那你注意这里 还有一个两个三个还没有回补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请注意 这叫做 今天的这一个 叫做主跌断钱的急涨 也就是空头格局的缓跌 急涨的 卖点 进来 进来的时候 你要注意叫做什么 我不是要吓唬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 真的 你要记得懂得 卖股票跟逃命 因为这里 如果回到这里来的话 那你会错失了另外一次的一个机会 当然 这是加权指数的部分 这是OTC OTC是昨天跌最重的 今天反弹 那反弹的气势 跟相较于加权指数来讲 它似乎比较弱 那为什么比较弱 因为这个头部形态很明显 很明显 它在颈线位置做一个挣扎 那这一阵子来 我要提醒大家OTC为什么 因为从3月到现在 2月到现在 融资增加了16% 很多人说融资在低档 融资在低档 那是一个不专业的看法 其实大家都跑去了OTC去买中小型股票 所以这一阵子中小型股票的一个融资一直在增加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特定能在拉高出货完毕之后 让散户进来之后 就形成了什么 套牢 拉高出货后形成套牢 那这个地方 你请把握住破颈线前的逃命 如果这里 还有一个高点 注意 要注意哦 真的要注意 因为这个头部形态非常非常的大 这是我针对大盘的一个部分 那我今天要跟他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的测标谁在配合演出 大家很好奇 我都要讲些什么 今天有一个消息 我觉得 因为我在这个业界 我很懂得内幕 就像之前的浩婷 我当时在12月23号告诉你 要撤了 要撤了 有人要撤了 有人要撤了 你赶快避开 那相对到了今天 过了我们讲说四月了 相对三个多月之后 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这个 立委证实号顶借券四千张 所以呢 大家甚至真名中当了立委之后 就开始要抓这个 要抖这个 他说不是政治问题啊 这是法律问题啊 那是我要去查查到底是谁借券 其实我要讲的是 有时候 主力在出货的一个手法 我们都看得很懂 都没有变 只是说主力要出货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配合演出 我要告诉大家说 好 这个新闻曾经讲到 我们讲说借券借券 对啊 它不是是融券 它不可融券 但是谁去跟这些特定人 去借了四千张 而且里面说到的内容是 在解盲一个礼拜前 借券放空了四千张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主管机关去查 去查这些人 这些人在做什么动作 来 这是解盲前 失败后的走势 但解盲前一个礼拜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如果 如果你真的要放空 借券四千张 没有量你怎么放空那四千张 没有量你怎么要放空 你怎么放空那四千张 你放空一定要在市场上去空 去借来券之后去空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一个礼拜前嘛 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人 这个人叫投信 投信买了这么多 刚好 有人要放四千张 他怎么那么刚好 是不是应该去查查 这些人在配合演出 是不是 一定有人买 他才能成功的借券放空吧 是吧 那这些人是做什么动作 什么意图呢 我要透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 其实不是只有 现在的号鼎一样 在2012年的时候 曾经也有一些事情 他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有一档股票 他叫做银证 在多年前的时候 在新贵上市的时候 同样的投信 一上去开始买 买完后 结果从565 跌跌跌跌 先跌到230 后面就跌到50块 这件事件 导致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跟现在没有两样 跟现在的号鼎 还是没有两样的 在哪里 过了几年 银证案 有13家投信 代操基金 这些投信 帮国家的四大基金代操 被约谈 为什么 帮主力出货 那种国安基金 用国家四大基金 去买量股票 配合让人家出货 所以被约谈 所以呢 我们要讲的是 其实你认为投信好像很正派 其实错了 很多人内幕以前啊 很多人 很多主力要出货 他要出给谁 谁是最好接手的 那怎么去谈 一定要有人配合演出嘛 不管是散户要来拉 或者投股老师去叫 那当然呢 最好的一个就是 用基金 基金经理的人去买 他就很容易的出了 800张 1000张 这是我知道的那一幕 我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股市的老千非常多 但是呢 老千不会自己唱 唱独角戏 他会有人配合演出 那这件事情 要告诉大家 这 事过多年 这些人都被起诉了 都被起诉了 那现在大家在谈什么 谈号顶 那为什么不去查投信 是不是有配合演出之余 的疑虑呢 当然你能够避开 你能够看得懂 那你就不会在那边 讨论这些 而是避开风险 那谁配合演出 或者是这里有人 去配合 较进这样的股票 所以这股市里面 我认为 我们讲说 老千 或是你一般人 所讲的金光党也好了 手法都在变 那最重要的是 有人主力 在做什么动作 你要看得懂 那股市气象台 为什么这一阵子 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股市在高档与低档 去年万点的时候 就高档与低档 为什么要叫他赶快出 因为我看到了一些 很多人在拉高出货 拉高出货 但是呢 谁要去配合他 配合什么 接货 有人要出 有人要买嘛 才能接货嘛 这是戳合者 一定有人卖 有人买才能戳合嘛 那手法都大同小异 只是呢 内容应该是说 散物可能看不懂 就容易跳进去 所以去年的万点 跌下来的时候 很多股票 高档很多人出完货的时候 就跌下来 随便跌都跌四五成 你不要以为 只有中小型股票会这样 连大型股 中大型的股票也会这样 不然为什么TPK会跌 为什么宏达电会跌 为什么联发科会跌 这都有一些内幕存在 而是投资朋友 你能不能保护自己 在保护自己的时候 你要去看看 谁在配合演出 这阵子我 我应该跟大家讲说 其实股市里面 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希望投资朋友 不要被 住在高档套房 被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坑杀之类的 当然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股市里面 最重要是 你没有赚到钱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赔到大钱 你不要赔到大钱 那往往那个空头的一个修正 就很容易让投资朋友 一输一赔啊 真的是 现在还等解套 还回不来 去年那一战就是这样 但是我相信 在去年那一整年的过程当中 我在做一件事情 是有别于一般市场的 谁会叫你卖股票 谁会叫你要放空股票 就像现在 现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今天看到的机长 我要告诉你 有些事情 你最好要避开 我一直讲说 我在做节目的一个初衷是 谁能够告诉你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就像我看到 这个行业里面 也有很多人是 卖软体的 你去想想看看 现在 其实啊 手法会变 比如说 我卖软体就不会有什么 人为不停水的 的一个动作 错了 软体所呈现出来 所表演给你看的 它都是事后论 那 如果要真正检验 那个软体行不行 你直接问他 那一档股票 这个软体告诉你 明天会怎么走 他说等讯号啊 那等讯号都是入后的啊 涨上去了 涨到差不多了 要跌的时候才变得翻多了 涨到跌到差不多的时候 才变得 要翻空了 那个 我相信现在充斥了 我们讲说 这个市场 在操作上面 你又不像法人 法人是 他停损 停力机制到了 怕怕怕 一直杀 他就要多杀多 但是投资本 你没有这套 你没有这个方法 投信或者是法人 他在做的是专业的动作 他不一定买在最低点 但是呢 他会入锥 但他不对的话就砍了 因为毕竟那个钱 不是他的钱 不是他的钱 来 听好了 投信基金的钱 不是他的钱 所以为什么前几年会发生 基金经理的人帮主力 出货 所以那个手法 我会变 那我要告诉你 我看到了 我看到 接下来法人 会一路减实的东西 当很多的主力 出完货之后 尤其是长期 出完货之后 有些股票 换法人 会一路砍出去的时候 你最好要避开一些风险 我就跟他点了 我去年十月十四 是跟他讲说 苹果熟透就摔 我建议大家 苹果 高峰过了 我认为 我认为要长期看空 瓶盖骨 好 这是去年十月十四 到了今年的二月 过完年后 我说 苹果 你觉得去年那段修正后 够了吗 我觉得还会再跌 还会再跌 好 那今天 大力光 我们大家都在看说 大力光如何如何 法座会讲些什么 好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来 最近外资 这家外资叫 巴黎镇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还蛮认同的 他认为说 市场对新款 就是说 今年九月推出的iPhone 不管是企业也好 似乎有过度热观 那他讲一个重点 是我之前讲的 叫做 红潮的崛起 顺与光学持续扩大 中国的 不管是八百万 或一千三百万的市占率 好 那他说 这个基本上 顺与光年起来了 这是我之前提醒大家的 当大陆 我们会做的 他们也会做的 而且他来抢单的时候 那你觉得 股王还有保有竞争力吗 市场会被说 会被抢时 联发科 是不是当时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去年会空联发科 就是因为我知道 顺与光学 展讯 崛起之后 他一定把联发科 当作首要的敌人 当然大立光 大家认为是 最会赚钱的公司 股价还在两千多块 但是外资讲了 他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 他认为今年的iPhone 出货量预估会将去年 减少百分之十 去年iPhone6s已经卖的 不怎么好了 7还会比去年的iPhone6s 卖衰退百分之十 那证明一件事情了 大立光的苹果的订单 它会下滑 再加上顺与光学 来 这个讲一个重点 顺与光学近期陆续 从大立光手中抢下 中国智慧型手机镜头的四战律 好 四战律 那 顺与光目标是要当上 中国智慧型手机照相镜头 一哥 他已经展现他的企图心了 就跟展讯一样 他就是要干掉零八哥 那大立光 会怎么样 所以这样告诉你的是 有人在减持平概股了 所以你要注意 我认为平概股长期是走空的格局 大立光 因为跌这段了 好像跌多了 其实长期走空的股票 反弹就应该早慢一点了 所以基本上 不管他今天下午的法说会如何 外资圈所给他的共识就是 减持降频减码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讲的一代权王 通常都不会有 不会有永久的权王 一定会因为市场看到他赚那么多 一定会有人赶紧进来就跟他抢十 所以呢 好光景已经过了 我讲了 苹果熟透了就摔 这一件事情也会发生在台湾的股王身上 熟透了啊 创下了三千多块 结果呢 你要记住这个 这个会影响什么 整个平台股 整个电子股 整个股市的一个气氛 当然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主轴 有些股票是长期 法人要减持的股票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他便宜了 就应该买 就像这个 我认为这个 手头就摔 有没有 就是还在摔啊 继续摔啊 红杰科 有没有破这个底 继续摔啊 为什么会摔 就是因为 之前看好了 现在的理由没有了 那注意了哦 财报接下来公布的时候 很多东西 丑其夫要见公婆了 五六月 五穷六决的财报 营收会怎么样 现在都要开始要反映了 不会等到五月 公布营收的时候才出现 当然呢 除了大力光 这个股票也一样可成 很多人说 哇这个殖利率如何如何 殖利率如何 但是如果你进去买 为了赚它的配息 但是未来会赔掉什么 股价的价差 你会不会赔掉股价的价差 所以这些股票 我要跟大家讲说 苹果熟透了 还会在摔哦 所以你要记住 股市里面 呃 虽然主跌段 还没展开的时候 但是很多股票 早就已经进行 领先下去了 那些领先下去 都会有一个原因 就是特定人在减持 在减码的时候 在一路减持这样股票的时候 它就会跌不停 那我希望你不要 不要有这样的股票 相对的 如果真的 接下来 在组跌段进行的时候 那哪一些股票会从高档 起跌往下跌呢 那也将是我 2016财富从 飞飞飞计划班二部取所要全力布局的 因为我昨天讲了 我从过年后到现在的一个首布取 财富从飞飞计划班的首布取 我昨天做了一个空单回补 不管是合硕也好 或者是 那些股票 弹起来之后 那基本上 今天做了一个反弹 那我要把资金抽回来 整倍布局 二部取的股票 那哪一些是二部取的股票 我认为 二部取是针对 进行主跌段的股票 也是说最会跌的股票的时候 那你最好不要持有 它都有机可选的 是哪一些股票呢 那我下个就要再告诉大家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头痛 请用预分出 吹记贴 请用记贴 无分之 无分之 好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责投股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卖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股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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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添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也凭显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点医疗费用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 其实今天长了120天 其实站在我的角度 我会觉得蛮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又有机会整备要出手了 因为昨天我跟大家讲说 2016财富准备 计划班的首部曲 我把一些空单 做一些的回补动作 比如说和硕 我说这里这里 我放空完毕之后 我已经回补空单了 我抽位资金就是整备要出手 二部曲的股票 所以说我昨天把这个光环 这是我首部曲放空的标的 做了一个回补之后 当你资金抽回来的时候 你当然希望说 弹起来什么 股票弹起来找卖点 对不对 对 今天就这个状况 我今天蛮开心的 为什么 当我空单回补之后 我要进行新的放空标的的时候 我希望盘是长起来的时候 长起来又会有一个拉高 一个比较好的空点的时候 当然未来的获利空间 就会比较大了 那接下来我要做些什么动作 也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昨天其实反应还蛮热利的 感谢昨天打电话进来的人 因为他们想跟上说 他们首部曲没跟上的话 他想要跟上2016财富重分配的 二部曲 因为很多人 因为我跟大家讲说 在去年2015你没有跟上的 你错过很多机会 当然2016在过年后 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我的动作不多 虽然我很低调 我是默默的做 我不会在节目上跟他讲说 我们空什么 但是我会点你 但是我默默在带会员做的时候 何时该空 何时该补 我就帮我的会员掌握好 低调的形式 当然现在我认为 你在首部曲没跟上的 没关系 因为主跌段最好赚的那一段 要来了 那一段要来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错过了 为什么 主跌段是最好赚的那一段 也是幅度最大 时间最快的那一段 那要空哪一间股票 我觉得就是这种 我在等他反弹 当然今天大盘有反弹 有啊 我觉得机会要来了 机会要来了 但是呢 他有名额的限制 因为他股份比较小 我只能带特定的人 去空这样的股票 还有一种 这个也来了 刚破线而已哦 刚破线 而且量价背离之后 假突破 会增破底 这样的股票转空了 明后两天反弹是最后最好最好 绝佳的一个空点 那你不要再错过了 你错过了合索 错过了光环 那你就不要再错过 我2016财富重奔倍的二部曲 我正式招生 所以你手上有任何 不管平概股 或套老股票 最近买股要套老的话 我觉得一通电话 可以解决你的手上持股的问题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您跟我现场助理 做个联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 请用预分出 吹记贴 请用记贴 无分之 无分之 不保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股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其货股票双振兆 其股双赢一把兆 固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但是我选了一个月 就算公动时找擦拍